OK,各位非法同好们,好久不见,我是万鳄,那么今年是经过了好几秒钟的思索,我还是决定回归了,这个还是决定回归了,那么更多的关于非法21的内容呢,我们等到过两天啊,咱们真正的首次开包,咱们再细聊啊,今天只是一期简短的视频,给大家看一下万鳄今年买的居然不是豪华版,是冠军版,它送的那么几样东西,咱们给大家看一下啊, 就是给大家带来首播熟识,然后也是宣告了万鳄回归了这个游戏啊,那个其他的事情呢,我们等到以后再说,那么这个player pick item,看看我们能pick到什么啊,三个,主要是我现在没有想好我要用哪个联赛啊,不过这三个人单纯从数据上来说呢,我选谁要好呢,哈兰德吗,我先选个哈兰德啊, 还是先选阿诺德啊,算了吧,阿诺德我用过了,哈兰德毕竟今年是进步最快的球员,所以这一句啊,我们先选了这个妖孽啊,让我们看看能不能之后再开出什么妖人 所以这里面没有球员啊,所以说这是个废包啊,水晶宫我的天,这这这,你要干嘛啊,你们要干嘛,那么看来真正能出货的还在这四个go player pack里边啊,但其实只有,每个里只有那么一张Rail卡,我们来看看今年的运气如何啊,第一选居然有个82的LM, 而且他居然好像跟哥迈斯还能够组成不错的连线,不过这个总体数据真的很平庸,他只有phazic还可以,就因为凭这个到了82,他应该算是82里,挺废的一张卡了,所以说啊,先不刷啊,我们还是先都存到俱乐部里,我们来开第二包,哈兰德我刚刚选了你啊, 给我来点好东西吧,卧槽,马特迪,哎,咱们这别说啊,咱们这头两选,182,183,就感觉还确实有一点内味啊,虽然马特迪好像是数据还掉了一点是吧,那我们继续来开哈兰德吧,这一拳我们能开到谁啊,这一拳终于被打回了原型啊, 呵呵,不过有一个狼队的LWB,居然是张81的普京卡,今年因为万恶真的确实一直没有太关注这个游戏啊,所以这一代的什么所谓的开荒腰卡啊什么的,我现在还不是很清楚,最后一选普利啊,这个去年的时候有黑卡,前期还能够将将能用啊,OK,那么今天的开包的实况就给大家带到这里了,你给万恶做一个悲球的实况, 身份啊,你给万恶的这次开包能够达多少分,然后晒一晒你们的开包成绩啊,欢迎给我留言,或者在弹幕上给我说一下啊,然后关注,点赞,在罚21,万恶还会陪伴你们,OK,这期节目就到这边,拜拜